2012年前后,中韵因钓鱼岛问题吵得沸沸扬扬,日本整出了一个钓鱼岛国有化的摇额子,国民集资20亿日元,单方面宣布已从个人手中卖下钓鱼岛, 且不论日本政府说的这个个人,有多少自作多情的成本,拿日元买中国的国土你觉得可能吗? 别说20亿,就拿你日本本周岛来话也没有门路,而最近日本人又坐不住了,去环球时报本月21日报道, 在9.1把这个日本人留给中国的国旨日当天,沃海警四艘巡逻舰按计划,进入钓鱼岛派越例行巡航, 却遭到日本保安厅派出的巡逻船的干扰,并且在一个月内,发生了不止这一次, 更早的一次,日本甚至用中文,像沃海警船喊话,这日是日本领海,沃海警船赋予你会继续巡航, 却一直遭到日本巡逻船的监视和多次骚扰,日本人的狼子也先路人皆知, 对于这样一个曾发动过最没人性的侵略战争的民族,我们可以面试的绝不能轻视, 此次事件中,沃海警队伍的处置大方得体,恰到好处又不是强硬, 你喊你的,我不会像你一样口无真来大放厥词,我巡逻我的, 在自己国土上巡逻天津第一理直气壮,反正靠喊是喊不到控制权的, 这也符合近些年我国的一贯作风,少抗议,多行动, 在钓鱼岛问题,包括南海问题频发的大背景下, 我国逐渐加强了海警队伍的建设,毕竟有些场合军舰出卖衣式大材小用, 衣式容易,落人口时,在今年三月,海警成建制转立武警内卫部队, 并且加强装备了部份改装后的退役军舰, 多位甚至超过某些南海周边国家的主力军舰, 大大加强了我国在南海地区的威慑力, 日班也没闲着,发射卫星,向美国购买取罗机的用尽办法, 加强对钓鱼岛的监控能力, 更过分的是专门成立了一支夺岛部队, 频繁演练小岛屿登陆作战, 其作战指向星之桥,野心之大客舰一般, 而这一切的背后,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, 不管是装备上还是舆论上, 美国为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崛起,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,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美国人, 就不怕养护为患吗? 日本人肯老老实实做你的傀儡吗? 钓鱼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, 有识可依有据可寻, 这是我国坚持立场, 并且要代表争议的根本所在, 日本人不管是西日剑派我国土还是金石朵或宝岛, 都是侵略者, 不同的是我国已不在世当年, 我们有能力打败一切敢于来半之敌, 而且再不需要13年。 按赞avian声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